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VP虚拟制作结合物件追踪技术 连她最爱的甲狗也参与演出 特地来到宜兰的虚拟摄影棚拍摄 其实还蛮紧张的 因为我一开始很担心自己会不会滚到掉下去 但是就是她没有帮我加场 所以就是比较安心了 整整八个小时从白天到黑夜 只为了一分钟的虚拟制作影片 超级考验核心肌群 但你没看错 这可不是我们摄影大哥的画面在晃 是迟修都已经练到身体微微颤抖了 刚才有没有特别觉得哪一块肌肉有点酸 全身都没在酸呢 VP虚拟制作减少过去后制的时间 将后制前期化 现在只要透过电脑虚拟制作 就能完成各种背景 但为了这一分钟虚实合一的影片 幕后团队前后可是花了三个月筹备 不停地修改专案 然后交本 然后还有就是 一去再去现场测试 然后发现有问题 然后再回来再马上修改 上一次我看到红白的时候是 我师兄们在表演 然后我在后台 我从那时候就很 应该说也是对小巨蛋的一种向往 就是觉得有一天会想要站到这里 歌坛新人 初灯红白 难掩兴奋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小巨蛋的舞台上传来一阵空灵嗓音 赶快来看看换谁登场咯 你接受我的黑我的浪 我爱风光灯灑 我的灰我的光光不全 在时刻你是白色 你是白色 你是白色 而且我已经吃了好几颗了啦 哎呦喂啊 怎么会这样呢 这么辛苦的工作 我就要赶快去问问看白安 看看他到底吃了几颗球球 不是 我要问他吃饱了没 不是 我是要问他 他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走吧 哈囉白安 嗨 你好 第一件事情 我要把你的东西还给你 这是你的球球 对 刚刚彩排掉的球 对 一大堆球 你有吃到吗 后来 有欸 我有吃到 你唱几颗 你应该有吃到四五颗 在唱歌的时候 天啊 欸 掉了 哇塞 其实这段表演看起来很浪漫 可是非常非常辛苦欸 在里面的时候 因为里面就是要一直灌 那个气体进去 然后里面 在里面唱歌有一种 在高山里面的感觉 因为空气比较稀薄一点 为了红白的演出 每位艺人卯足全力 展现最好的表演 陪大家过年 像是出道33年的普学亮 这回回归歌手身份 登上红白舞台 还特别带了小帮手们 来助阵 有了车子想要房子 有了机子想要马子 有了音子想要位子 有了位子拿了架子 搞了圈子死了性子 撇了胆子忘了老子 相信我这些人知道 各自都把自己想像成 最红的大明星就对 不要担心会 强了我的风采 因为我的星光是 不容易被你们遮蔽的 亮哥的搞笑功力丝毫 让红白舞台不止星光寓意 还充满迎接新年的欢乐气氛